新北市今天是新增十一例的確診 其中有六位傳染 途徑和臺北市有關 新北市長侯友宜表示 面對疫情 雙北市要採取區域聯防 來掌控感染源 另外新北市要針對攤商 來施打疫苗 不過卻有十六個市場 沒有自治會 難以為攤商來造冊 經發會表示將會由區公所里長 和攤商代表來協助造冊 新北市七月六號新增確診十億人 重回兩位數 新北市長侯友宜表示 這十億人扣除三人居家隔離確診 還有六人與北農和環南市場 以及臺北市的醫療機構 與職場有關 強調雙北區域聯防很重要 所以雙北一定要採取區域聯防 只要把很多的相關來源掌控住 我們就可以有效的控制疫情 侯友宜表示確診中十人都有明確感染源 三人居家隔離篩檢確診 而與臺北市相關的六人中 親人在北農以及環南市場工作傳染的各藝人 在臺北市醫療機構照顧病患染疫的藝人 三人為公司在臺北時確診 另外一位新北市家庭傳染案例 而唯一感染源不明的確診者 家住永和 還在調查是在公司或住家傳染 另外中和安樂市場有攤商投訴 沒有照射 無法打疫苗 由於不是每個市場都有自治會 可以負責造冊 經發局將尾由區公所 里長或攤商代表出面協助 新北市總共有十六個沒有自治會的列管市場 那這個部分也會尋當初露出口管制的一個機制 也就是由區公所 里長以及攤商代表 來協助進行造冊的作業 新北市六號開放七十歲以上或原住民六十歲以上長者 登記施打疫苗 到下午兩點四十分為止 已經有四萬六千五百八十五人完成預約 後遇對十二號能否違檢封也不敢樂觀 認為各項數字看似受控 但疫情變化很快 目前最重要的是市民要採取低度活動 並透過篩檢消除隱形傳播鏈 記者張志崇 謝正麟 新北報導